郝哥好 兵杰好 同客请 从我手中的这个工具 大家不难看出 好看 哇 好真啊 有色录这个是 没有想到吧 他是一名壁画师 而且你知道吗 他在短视频的平台上 分享他刚刚那些视频 他拥有一千多万的粉丝 画得真是栩栩如生 我有很多一些壁画的题材 是取自于中国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 例如《九色录金图》 它是敦煌墨高窟第257窟 描绘的是陆王本身的故事 这幅作品呢 是画在四川的绵竹 经历过512大地震 还有813的特大尼史流 然后他们仅仅只用了10年的时间 现在重现辉煌 为了致敬民族人民的这种精神 所以创作了一副童话珠宝 好棒 好棒 听说你现在就是那个 很多人找你画画啊 这个档期都已经排到明年了 是不是 是的 明姐 就是排得也不是特别长 也就是一年之后吧 一年之后吧 放二赛了 放二赛了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样一份工作 花花也是我从小一直以来的爱好 虽然说我的家里人就比较反对我 说一个女孩子你就应该做一个白领 在办公室里面穿着高跟鞋呀 穿着裙子呀 他们觉得一个女孩子 天天穿着脏兮兮的 活跃到工地 还全国各地这样的出差 觉得不太好 但是我内心是有一份热爱 我希望能够把中国的一些 优秀的传统文化 画到普通老百姓的家中 家家的故事被发掘之后呢 被人民日报啊 新华社 还有中国日报这些媒体 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称它为青年榜样 用热爱支撑梦想 刮逆子也刮出了梦想的五彩人生 哎呀 这个评价特别好 好 今天既然来到了一站到底 希望你能够好好表现啊 不仅逆子刮得好啊 答题也能够把人刷得了 那必须的 嗯 大家你要选择谁成为你的对手 我觉得芝麻小姐姐看起来稍微温和一点 所以我的选择是彭飞鸣小姐姐 大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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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对答了 对 因为彭飞鸣小姐姐她在清华大学 也是学的美术跟新闻专业 跟我的一些专业有很多相通之处 所以我想跟您较量一下 飞鸣选择什么答题方式 我觉得小姐姐心气飘飘又很温柔的样子 我选轮打吧 好 来 两位请准备第一轮 答题开始 刚刚接种完新冠疫苗的阿赵走出医院 不慎被路边的流浪狗咬伤 那么他可以紧急接种狂犬疫苗吗 那这个小朋友真是太倒霉了 我的答案是可以 按照2020年的个税政策 记者证能否抵个税 隐形飞机指的是什么隐形飞机 隐形飞机是指雷达勘测不到 所以我的选择是雷达测不到 东北黑土地中因为富含什么成分 使出让呈现黑色 我用一个排除法 我选富志志 历史人物孟江女中的孟子指的是什么 孟呢其实是指兄弟姐妹当中 排行最老大的江才是她的姓氏 所以我选兄弟姐妹的排行 古国古代的众多盛世当中 开黄之志与开元盛世哪个在前 开元盛世应该是唐朝 开黄之志是谁 所以我选开黄之志 根据国家工厂组的标准 对于保质期一年以上的食物 到期前多少天 开始算零七食品 这个我以前穷的时候经常买 我的答案是45天 哪部经典电影是根据王苑坚的小说 党被改编的 党的女儿 如果阿赵在高速公路上驾驶车辆 准备向右并道时 后方车辆闪了一下远光灯 此时后方车辆想表达什么意思 天哪 我还没有靠驾照 想一想 准备向右并道 后方来一个 请勿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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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同一并道 看来这个一战到底的舞台 还是不太适合我 还是炸工地方 谢谢 张绿佳来到一战到底 期待你以后更多更好更美的作品 记得关注浩哥 我会给你点赞的 赞 加油